社区地下室停车场连需避渗水情境 108年时 厂商估算渗水储为169处 经过了两年到今年又增加了2到30处 让我们来看看管委会与厂商勘察情境 主委与厂商讨论相关处理事宜 渗出的白华结晶有增出许多 地面也多出了积水水痕 连需避是一种挡土设施 存在的目的有两种 一、保护工地周围建物基础的安全 二、维护工地自己的施工安全 它不仅是挡土墙 它同时也会是您住宅大楼地下室的外地 也就是保障大楼地下室结构安全的屏障 是建物主要结构的一部分 连续壁因将地下水体完全阻隔在壁体外 钢筋获得保护 使结构免除了水渗侵蚀钢筋的危险 保持地下结构干燥 地下室开始出现漏水 时间一久就可能造成筑墙钢筋锈时 进而影响大楼的结构安全 在往地下开挖时 若周围没有墙体保护的话 软土层一松动则会滑下来 另外要是地下水面高于开挖的深度时 地下水也会从土中溢出 所以这时就需要有连续壁 因为它是混凝土墙 提供了强度以承载周围的侧向土压力 以及防止透水 使得地下基础工程能够顺利进行 此外 有设置地下室的建筑物 通常也会直接以连续壁 作为地下室的外墙 做到最有效的利用 以上这些都是靠近低洞处 B3车位22 21 46 Gb2车位136 114 113旁边的墙面 让我们继续看相片 124 114 115 3 1 156 156 116 116 186 2